我的節目當中 陽光誠實 我是嫂露 今天第三小時呢 繼續邀請到爸爸 今天是8月8號 父親姐 邀請到這一位呢 是全高雄最帥的公關 我們高雄捷運的公關發言人 楊楓榮 哈囉 楊公關早安 帥爸爸早安 各位空中的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先祝你父親姐快樂 好 謝謝 是 這一首歌也是你所點閱的 請請我的寶貝 現在有幾個寶貝了 現在有兩位 太座要加進去 再次 現在有幾個寶貝 現在有三個寶貝 好的 家庭守護是很重要的事 對不對 但是今天你來到節目當中 還身負一個重任 也就是我們高雄的交通安全的重任 這也是很多人 大家每天在通勤的時候 真的就是塞車 然後覺得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讓我的上下班變得更通常 其實就是搭乘 我們的搭宗教通運作工具 高雄捷運 剛剛在廣告的時候 我們真的聊起來 第一個 除了是我的老朋友之外呢 高雄捷運通車十年了耶 對 今年邁入第十一年 去年十年 今年第十一年 而且紅線跟橘線我想 很多人非常熟悉喔 然後再加上 在搭乘的過程當中呢 大家已經開始熟悉用e卡通 因為它可以有很多相關的優惠 這個還是要跟 尤其現在暑假期間 可能很多朋友們來到高雄遊玩 對 其實非常鼓勵大家用所謂的電子票證 它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是我們目前的電子票證圈 它有四家 e卡通 悠遊卡 iCash 跟 Abcash 所以它進入到一個電子票證的時代 那用這個好處就是我們省去很多早年 或是所謂一個通勤的麻煩 因為透過這個卡片可以做很多的儲值加值 對 而且本身就打折了對不對 對 它本身 它各個業者會提供不同的優惠 會給他們的卡友 所以我覺得還沒非常的方便 好 就是平常大家在搭乘高雄捷運的時候 應該已經開始熟悉 不過最近呢 因為我開始送聽眾朋友 一張獨特的限定卡 然後我聽眾朋友就是打電話進來呢 他就是沒有答對題目 要不然就是他打進來之後手腳太慢 沒有拿到非常惡玩 就是我們的馬克限定卡 來 在今天呢 我就請到這一次的事主 是 洋發言人 因為這一次你提供的限量卡 這真的很限量喔 怎麼去跟馬克這位人氣的插畫家 一起來合作在今年 OK 這個主要是要先感謝高雄市觀光局 然後透過這樣一個很好的一個品牌 我們做一個IP的聯名 所以找到了馬克還有跟他幾個團隊的成員喔 然後這是他不同漫畫人物的一個角色 限定不同的美食 而且我們發現說其實在高雄 它就是一個美食的一個城市 對 然後透過光光局 他們都有舉辦很多的比賽 對 所以把這樣的一個大家熟悉的一個美食的記憶 再重新重整期啦 OK 如果說聽說朋友現在也在我們的FB上面的話 歡迎你搜尋非典南台灣之聲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帥氣的陽公關後面呢 就是馬克 是 他這一次四張 一套四張 因為聽說很多人他是專程去收集對不對 有馬克本人 然後還有老闆 還有Vivian跟Rita嘛 是 對 他是他們四個都是他們工作團隊的成員 那四個人物有代表不同的一個特性 跟不同的屬性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私人的美食 我們這次把高雄 全部高雄的店家分成四大類 分別是主餐、小吃、甜點跟伴手禮 所以剛剛我們也經過辦理的一個名產案房 我們比較有點像米其林的方式 我們自己的員工 自己去周遭 就真的會按讚的 也不錯 好吃的 對 真的有吃過 至少我覺得吃這個東西蠻主觀的 至少我們的員工有先測試過 不要吃到地雷 然後大家普遍可以接受在所謂的口味 所以衛生跟價格上都可以減少 大家總是應該是OK的 是 因為我看到這一次呢 如果你有收集馬克的一套四張 四個不同的封面 真的是限利 有些時候有錢都買不到 是 那這一次呢 不僅僅有四個封面一套之外呢 他還分成了24小時卡跟48小時卡 對 有聽眾在問 那我之前有跟聽眾朋友分享 那麼今天請陽公關再好好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24小時卡很多人說 那我是今天8月8號買 所以 加1就是8月9號的凌晨0點就可以用嗎 還是24小時卡48小時卡怎麼用 我們早期的話 我們的捷運的一個一日卡或二日卡 他是以日為一個單位 那舉個例子 假設我今天 假設今天晚上10點 買了 假設今天到高雄 對 那距離到隔天才兩個小時 所以我才有兩個小時 後來發現這樣的一個設計 這樣設計 不是這麼的一個 辨明 是 所以後來我們就經過 當然科技跟我們內部的一些 行銷的調整之後 發現推銷所謂的時數卡 所以就24小時 簡單講 他就是當你開卡的耐沙納 就開始做倒數計時 開卡的耐沙納 是 所以就是 待會12點01分 如果你買了新卡 或者說前兩天聽眾朋友得到我送的 24小時卡或48小時卡的話 就是從你開始使用的那一刻 開始倒數24小時 對 沒錯 他就打破了天數的限制 就舉例 剛才舉例了 假設我10點到高雄的話 剩兩個小時 就已經跨日了 就不能用 但是沒關係 假設我10點用 今天10點 今天是8月8號 然後可以到明天的8月9號10點 這樣會更感覺 使用上CP值 是真正有 覺得更優位 對 CP值更高 對 所以也就是在這24小時之內 今天24小時之內 所以我不管搭10次 20次 30次 同線局線 交錯著搭 這個都完全不限次數 吃到飽就對了 可以吃到飽無限搭 OK 好 所以48小時 就是按同理來推陣 是 就兩天之內 開卡的那一刻 開始倒數算起 48小時內 48小時內 好 所以聽眾朋友 如果你最近呢 因為高雄捷運呢 我想平常很多朋友們 也是可以在其他的點買到一卡通啦 但是像最近大家在搶的這個馬克卡 請問一下我們帥氣的楊公關 這個是真的只能在高雄捷運的站體內 各個據點才買得到嗎 對 目前只有在高捷車站限定來發售 那其實因為這次主要是聯名活動嘛 所以它每個版本只發行1000張 所以統統是4套 4套就4000張而已 所以它其實算是一個限量發行的概念 聽說24小時卡早就賣光了 已經賣完了 對 其實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 可能是很多的捷運組 或是很多的馬克的卡 馬克迷 他們來特別蒐集這樣的一個文算商品 我已經把它訂位成文算商品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跟馬克合作 對 可以說是空前 會不會絕話很難講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馬克是一個很受歡迎的IP 那其實後續的話 我們就會看後續有些 那至少是空前的一個創局 那此外 那這次除了發行有所謂的主題卡 還有送一本所謂的一個馬克的一個美食手冊推薦 所以等於是買卡送手冊 手冊是一定是只送不賣 對 OK 好所以這一次呢 邀請大家能夠一起 如果你也喜歡插卡 這些插畫的動畫部分 馬克這一次跟高雄捷運合作 只剩48小時的卡片 還有一咪咪啦 我剛剛問一下 也剩不太多了 剩不太多 所以如果真的喜歡的民眾聽眾朋友們 可以到哪些站體 還買得到 還買得到 就不要讓他每一個站都去問 有沒有 比較確定的 目前比較會推薦可能是我們交通捷挺的車站 比如說像我們高雄車站 或是我們的左營車站 可能還會有一些量 但是我怕我們在訪問的過程當中 可能這個速度要開始在刷 就一直在倒數 對一直在刷的當中 OK好 如果真的啦 就買不到馬克卡的話 剛剛公關 楊公關也提到了 還是有平常的一日卡 跟二日卡可以買到 對 我們還是有一般的卡片 還是20小時跟48小時 不過它就是一般的版面 然後恢復原價 對恢復原價 所以其實就回到剛才主持人說 其實我們這次我想要突出這樣的活動 因為我們知道暑假 就是可能全台灣或全世界的旅行者 對 會來高雄 高雄從去年真的成為了一個新亮點 對 而且我想問一下主持人就說 因為我們在交通夜景 你覺得一個旅行最棒的元素有哪些 我先講我的部分 我覺得交通 是 跟飲食 如果你的另外一般 或是你的朋友們把這兩個東西 結合在一起的話 對 那就完美 那這樣主持人講的就是 欸 旁邊那個伴 不管是你的親戚朋友 或是另外一半 欸 那個感覺對了 其實這個旅行會非常的棒 對 那既然你剛剛既然提到了 交通跟美食對不對 我看到這一次你們跟馬克結合 對啊 不要講了 你既然要我講 結合在旅行當中 最重要就是 要尋找美食這件事 是 我看到說 如果說大家真的是拿著一卡通 拿著馬克的 搭捷運吃美食的這些 因為你們這一次還有附那個地圖 是 美食地圖嘛 對不對 只要買得到 然後這一次有150幾家 所以你推薦一下 如果真的是今天 或者剛好這兩天 很多的外來遊客來到高雄 他真的也去等一下去購買了馬克卡 或者現在聽到去買一卡通 請問一下 他要怎麼搭捷運吃美食 你有沒有什麼在地的私房 私房美食點推薦一下 好 我現在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推薦的一個 150幾間的店家 他的重點是第一個 就是剛才講的 他的衛生 價錢跟口味都很到位 而且重點是 連捷運站 都會在950公尺以內 所以其實可以省去 你很多人的麻煩 好 那這我特別推薦有幾家是 我就現在我們地緣關係來講 第一個我會推薦是我們的 好 我們的那個 凱旋站 凱旋站有一間就是 號稱是燒肉博物館 不管它的裡面的食材 或是它的裝潢 就是我們的漢佐馬里 這間也是高雄的行店 超夯的 超夯的 對對對 因為聽說要吃他們家 預約的日期 現在好像要到兩個月 差不多兩個月 差不多嘛 對啊 要兩個月以下 所以真的很夯 那這一家是真的搭到 你說凱旋站 對 凱旋站的時候 然後只要在步行 約會是 四到五分鐘 輕鬆的一個步伐 就會到達 輕鬆的步伐 我們就可以吃到 探佐 馬里 對 它的燒烤 對 而且跟主人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在我們這次的手冊裡面 還有索拉的提供的股膨券 股膨券也可以使用裡面的股膨券 使用裡面的股膨券去做消費 好 這是搭乘紅線 凱旋站 是 那還有 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們 會來南部吃一些甜點的東西 尤其是 像糕點 我看到住正南 這一次你們也邀請到這一位 這一家在台南在地很知名的高餅店耶 其實如果真的愛吃的話 也是可以搭捷運品嚐得到 對 它除了在台南很知名之外 它在高雄也很有名 而且其實這家店我覺得它 它在推廣索東美食二塊做的滿用心的 所以他們在我們的大寮站 也做了一個漢餅文化館 喔 可能有朋友去逛過 對 剛好現在暑假期間 爸爸媽媽也可以帶小朋友去 對對對 然後每天都是很多人 除了現場有一些糕點 或是一些漢餅可以買之外 其實它有提供手作的體驗課程 我覺得滿適合 有DIY的活動 對 親子活動 OK 好 這個是愛吃大餅的 尤其是古代的大餅 秋正南 這個是搭到大寮站 是 大寮站 大寮站 如果你搭紅線的朋友們 要記得喔 在美麗島站要轉成 這是之前有一些外地的朋友 他說 我們再請陽公關跟大家好好說明 他說 我上去之後 因為有一個穿堂層 就是真的大家要再多走幾步路嗎 才會去轉成到 從橘線轉紅線 或紅線轉橘線 就是要在我們的美麗島站 要換成就對了啦 對 美麗島站 它是一個共存站 所以它是紅線跟橘線 那在橘線的部分 是在地下2樓 然後我們就在地下3樓 對 那這算是圓形的 所以確實它在很多 剛開始出席的時候 就不要出站再進站喔 有些朋友們好像有些時候會搞錯 他想說那我是不是出站 然後到最上層 不對 不對對不對 最上層的話是我們的光之窮底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 怎麼大家都往上走 是他們要去欣賞藝術品 對 所以大家的功能目的不一樣 對 水仙大師的光之窮底 所以在這邊再次提醒大家 因為我上次有遇到遊客 他說 就是聽到他們就在講說 那我現在要去轉紅線 我要往哪邊 然後他一度要出站 對 我就跟他說 欸 你不用出站喔 其實你再搭手扶梯下去 然後按著那個指標就可以轉成了 大家就不用出站 所以剛剛介紹的舊真男 這是在局限的地方 你直接搭到大聊站 好 那另外還有愛河 還有一家呢 喜歡吃西式的餐點的朋友們 他算是老字號 在高雄是老字號的商家 Pasatina 對 我覺得這間也蠻棒 因為這間我覺得他做的餐點 他們最近推的所謂的一些烘焙的東西 都還蠻到位的 那如果你喜歡 你喜歡這類美食的話 其實可以接 搭車到我們的O2延城普站 有一間Pasatina的柏爾店 O2 對 然後旁邊就是我們的柏爾藝術特區 所以其實就真的可以一邊吃美食 然後一邊再去那邊觀光 真的很容易打發一整個下午的時間 我覺得蠻棒的 對 因為他現在那邊不僅柏爾嘛 然後有的人會走到那個戰二庫那邊 是 對 就是一連串這樣子 可能你到晚上都還有 而且到晚上愛河現在還有很多街頭藝人 或者說有些時候週末假期會有市集 對 對 所以很好逛 對 我說個小故事好 像假設啦 假設說我們做休日沒有特別要出遠門的話 其實我都還蠻推薦家長們可以帶小朋友去那邊 但是建議大家也要搭結 為什麼 因為其實到那邊大概六日車子已經都是超滿的 有塞車跟停車的問題 那其實大家覺得到那邊 然後一整天可能玩笑 譬如說週五去用個餐 然後想去逛個藝術展覽 然後在比較傍晚的時候 再去那邊有個大草原 對 後面那邊有個大草原 然後小朋友就在那邊踏踏騎納好不好 快樂奔跑 然後吃完 是不是晚安完一天很累 然後吃了東西其實在跑去穿浴褲 或是在走一點點路 到美西子門站 那邊也是很多在地的美食 很美的夕陽耶 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輕鬆 現在我邀請當時高雄捷運的帥氣陽公關 推薦今天高雄如果說你搭捷運的話 至少以他剛剛說的這個安排 半天 半天以上 對 你真的可以很悠閒的消磨時光 而且又可以吃到美食 因為我看到Pasatina之前 他們自己也推出了一些 不管是午餐的一些精緻餐點之外 還有他們的主廚也對於自己在飲食烹飪上面 我覺得都非常用心啦 他們三步時都會推出自己的一些招牌菜 或者說是一些時令的食材 然後把它改重新去做變化 邀請很多的愛好美食愛好者或老饕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品嘗 Pasatina 這個也可以做捷運喔 到哪一站 到我們的O2延城普站 延城普站接著上來 後面你去逛老街 那天我考天用朋友 還有一堆美食喔 很多非常多 對 我們這次在我們的小廁的手冊 有收錄到在地的美食 OK 好 這次推薦到居縣 那另外呢 還有一家商家 我明天也會邀請到執行長來 是 對 因為我超愛吃火鍋 對 然後就發現說 我想想該不會是 好 真的就是搭到我們的三多站 這附近呢 有我們的新中街 新中盛花街 很多人都稱為花街嘛 是花街 對 那邊不僅賣花呢 其實還有一間非常好吃 而且在地知名40年的火鍋老店 就是我們的泰山汕透火鍋 對 這一次我們這樣 我們這次有收 也要請到對不對 對 因為最近也是我們的 我們的公司的同仁 還有在網路上 他當秘密客 這時候倒不曉得 但是我們真的覺得這間 他的 就剛才講的我們覺得原則 第一個 口味 衛生 跟價格 李潔雲站都是非常 都非常符合心極的標準 是 所以 泰山汕透火鍋 這個不遠啦 因為我們這一站 三多商圈站 他的出口其實範圍滿大的 是 所以他如果說直接要接心中接的話 是出哪一個出口最方便 出口部分就是其實哪一邊的出口都差不多 對啊 走出來之後 然後原本也是用輕鬆的步伐 都大概四到五分鐘 是輕鬆的步伐 就是真的我們現在講的時間點 不是那種超趕的喔 不是 就是輕鬆 可能就是跟有人聊聊天 然後欸 怎麼就到了 然後邊走邊走 有時候聊過頭 對 因為心中接那天 這一家泰山汕透火鍋 我也跟我們小編去吃 是 真的就是湯頭 請教我而樂 還有就是我順便預告一下 明天我會邀請到 泰山汕透火鍋的執行長 還有行銷總監 也就是賢康力會來到節目當中 你知道嗎 我也幫聽眾朋友拗到好康 明天你準時收聽節目 你還有機會可以獲得 他們家也算辦手禮 高雄在地知名辦手禮 而且是他們家的招牌 就是沙茶醬 他們的沙茶醬 甚至可以辦飯吃 也都還很OK 對對對 因為他們是自己自製的 沒有過多的添加物 所以他的沙茶醬 跟一般你可能到一些 連鎖商店買那個牛叉牌 是 對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順便預告一下 明天明天的第二小時的 陽光美食堂 我也會邀請到 泰山汕透火鍋的 賢康力 就是我們的執行長 還有行銷總監 也就是他親愛的老婆 我都會來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來分享這個 在地四十年的 汕透火鍋老店 是 真的好假 真的也可以搭捷運 因為我覺得 現在大家找停車會真的很難找 對啊 現在可能大家出門就是 真的要解決交通的問題 對 而且我舉個例子 那當然是一個 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我去有一次 我到某一個城市 我到某一個城市 然後就找到了非常知名的小吃街 結果呢 那邊就是沒有過要停車 你沒辦法下車對不對 不誇張 30分鐘後 竟然是我 我們家的家人都吃完了 我還在好停車位 真是個好爸爸 沒有 我真的覺得以一個爸爸的角色 就是說真的就是 幫我們解決一個交通的問題 是真的非常 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 所以全家大小就是 帶著這些 親愛的家人 我們就輕鬆搭捷運 藍牆美食 今天很開心 我邀請到 是我們高雄捷運的公關發言人 楊風榮 楊公關還在什麼當中 那介紹呢 在最近可能你有去搶購他們家的 馬克限定版的 算24小時卡跟48小時卡 24小時卡買不到了啦 那48小時卡還有一咪咪 那我順便預告一下是 如果你真的也在收藏的話 其實我還有一份 我會在之後的節目當中 也會送給聽眾朋友 那除了24小時卡 48小時卡之外呢 待會廣告回來之後呢 楊公關今天帶來非常可愛 這個 真的可以送給很多的小朋友 而且有些東西是限量版的 因為最近 其實高雄捷運 也有 算是資歷滿深的動漫活動 對 最近可能很多朋友們去博二 在很多地方 還有中央公園 我想都有去參與到 廣告回來之後呢 再請我們的楊公關 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而且 有禮物要秀給大家看 而且我們要找機會送給大家喔 先進一段工商服務 有女兒的爸爸可能 從他出生之後 我覺得我身邊就看到 不然是姐夫啦 或朋友都一直在說 我女兒就是到30 然後說 要牽他手的男生呢 一定是要帶回來讓他看喔 我覺得爸爸對女兒的那種愛 真的是很妙啦 只能說為什麼大家都說 女兒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那今天節目當中的第三小時候 邀請到呢 有女兒的帥爸爸 我們的高捷公關 楊豐榮先生 來 真的喔 有了小孩之後其實 好像在外面 尤其加上健康啊 就自己好像不是生活只為自己 就很多時候會想到家人 對啊這很自然 而且 而且好像做任何事情 都會以他們為出發點 比如說剛才講的 就是出去玩 其實我們快要的行程 都是以小朋友為主 像我們在幾年來的行程 就小孩開心 爸爸就開心 是是 好那回到我們剛剛聊到的喔 因為來到高雄玩的話呢 搭乘高雄捷運真的很方便 然後還有高捷也可以直接轉輕軌 因為很多人 尤其在傍晚夕陽的時分呢 搭乘我們的輕軌線 其實它是一個很漂亮賞夕陽的一條線喔 所以這個部分你要順便介紹一下 如果真的是來到高雄 像它現在有搭高捷的話 它要怎麼去轉輕軌 目前的話輕軌的話 有兩個捷運站是有共成的 一個是我們的西子灣站 一個就是我們的凱旋站 那這兩個站都可以來搭乘我們的輕軌 那目前高雄這條輕軌的話 我們是屬於第一階段 就是西灣到西子寺 它是沿著亞洲新灣區 所以你看到很多 這是我們南高雄的新站 對 這是我們高雄的一個賣點 就是它很接近我們的水岸 那水岸就有一些元素 比如說海風啊 夕陽啊 南天白雲等等 我覺得非常的棒 就很適合彈琴說愛線 是 對啊 尤其是傍晚的時候 然後輕軌其實 真的還蠻慢的啦 它就是真的讓你悠閒生活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很多朋友們來到南台灣 然後來到高雄呢 搭乘捷運的時候 真的可以轉成我們的高雄捷運 然後再步行一段時間之後 就可以轉成到輕軌 那同學也要記得帶一卡通 是 帶我們的電子票證 好 那剛剛提到的是 今年在高雄捷運呢 有跟我們人氣插畫家 馬克先生合作 剛剛提到了24小時卡 跟48小時卡 那另外還有 今年的暑假 高雄捷運其實很熱鬧 還是有往年非常熱鬧 而且很多動漫民非常喜歡的動漫機活動 現在再播也都看得到 對 我們今年的動漫機一樣是來舉辦 那是每年的動漫民一個朝聖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今年的話呢 我們從7月份開始辦 然後陸續有再辦 那在下個禮拜六更日 還有一場所謂的六都電競賽 跟一個Cosparator賽 都是經典 在哪裡 地點 我們的六都賽的話 是在我們的光之窮頂 光之窮頂 然後我們的Cosparator賽的部分 也是在我們的光之窮頂 就是我們最大的捷運車站 就我剛剛一直提到 就是那個轉乘運站 美麗島 光之窮頂 如果說你真的要參加活動的話 你真的就出戰啦 對 就是在漂亮的 水仙大師的這一個 藝術大作之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另外 我看到你現在桌上有好多 可能聽到朋友也很想要的禮物 這些來介紹一下 這也是這一次在動漫活動當中的 系列賞品嗎 對 我們這次的話 其實今年高雄捷運的 一個暑假活動 比較特別 我們做所謂的IP 就是資料財產權的 一個圖像授權 那馬赫市集中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很有名 就是我們的米奇 米奇今年 對對 今年的話 他今年的話 也是跟我們高雄捷運 做一個聯名的活動 我們舉辦一個米奇列車 跟一個米奇展 我們把米奇最棒的 獻給高雄的一個特色展 都移植到我們高雄捷運裡面 而且是免費進場的 哇 這是 因為連大朋友小朋友 剛剛也其實有先開了一組 是 一套六張 六張 對 這也算是他們這一次的現金系列 對 那還有就是 好像去遊玩闖關的話 也可以拿到一些相關贈品 對 他這次 就是他裡面的一個主題的設計 全部都是高雄景點 而且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裡面有一些重要的景點 那這次假設 不是假設 這是真實發生 我們在裡面有設計 那個幾張的活動 那雖然是一個 大家 欸 蠻常見的活動 但這次比較特別是 我們有針對不同的站 有不同的搓張 好可愛喔 就是 限定有去設計的 對對 這是真的 有了已經完成的 對 就完成 然後幾個景點 就真的把八格全部蓋滿 是 一 二 三 七個 二 四 六 七 七個 對 七個全部蓋滿的話 然後他就可以得到 我們一個 只送不賣的一個 限量的一個 米奇的一個貼紙 這個是獨家授權的 對 獨家授權的 正版獨家授權的 正版獨家授權的 而且這是沒有再翻售 他只送不賣 那他如果真的 全部蓋滿之後 是每一個高級的站 都可以兌換嗎 還是說要特別到哪一個站 他這部分的話 他兌換的部分 要到我們的 商品館去做兌換 商品館是在我們的 高雄車站的商品館 我們目前有 有好幾個商品館 他在高雄車站的商品館 所以如果要換 你剛剛拿到那個 限量限定的 對 即章完成禮 對 即章完成禮 嗯 就可以去商品館 兌換到這一張 很有 精密意義價值的 米奇貼紙卡 對 他主要是米奇 米奇去遊 油去的去 去遊高雄 然後這個紀念活動 假設是 米奇幾歲了嗎 已經90歲了 所以他紀念 紀念90週年的 系列活動 之一 然後就在高雄這邊 今年來 一直在高雄來辦 是 所以這真的喔 在暑假期間 其實 今年真的很多朋友們 會南下來到高雄玩 那 邀請高雄捷運的 公關發言人 楊風榮 楊公關來 在節目當中呢 也是跟大家來分享 搭乘大眾交通醫學工具呢 除了方便 便捷之外 還有節能減碳 這點真的很重要 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空屋 大家都說 這個真的就是 尤其オトバイ 南部越往南 好像摩托車越多 這個部分呢 也是希望大家 能夠減少 開車騎車 然後多多搭乘大眾交通醫學工具 那今年當然在高雄捷運呢 暑假期間 動漫期活動 還在進行當中 這些 這些像你現在手上拿的這些相關資訊 其實他們也都可以在各家拿到嗎 還是說有特定的點 我們那個贈品的部分 它是要 極張的部分 它是要完成特殊的一些 譬如說你要去買特定的商品 或特殊的活動才拿得到 所以 這個是上高雄捷運的官網 是 那我們官網都有詳細的資料 對 那另外剛才講到極張部分 那我再來講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動漫季 它也有推出一個極張的一個活動 這個要極滿六個 對 極滿六個 你應該超開心了吧 對 你看它整個章很細緻耶 精緻 對 沒錯它有點像是 其實我們這次總共有六個活動 所以你其實每次到場的話 就可以到我們服務場去蓋章 那其實你每集滿一個章 也代表說你真的才這樣 過來一個活動 有一種紀錄的感覺 那結完章之後 我們也送一個獨家限量的一個 好 也給我們鏡頭看很像 對一個試鏡布 這個一樣是只送不賣 對不對 你在別的通路是買不到 買不到 這是算 高雄捷運限定版 是 因為我上面也看到你們的logo 是 但是這個應該是東漫民呢 也是會 趕快去場來收集的 是沒錯 好所以真的今天呢 在邀請到高雄捷運的公關發言人 楊楓榮來到節目當中呢 最重要就是告訴大家 真的 唱牛高雄 其實就是搭捷運是最方便的 是 然後最近呢 如果你有買到馬克版的限定卡的話 24小時卡 48小時卡 它都有裡面附美食地圖 每一個版別 它大概都有30家到40家 10家 對 340家的這些美食 邀請大家 不行的方式 很輕鬆的方式 就可以吃到高雄的美食 今天要再次謝謝我們的帥爸爸 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 掰掰